大家好,我是小韩,欢迎来到民航十一 小孩想吃披萨,不用出去买了 教你在家做,不需要烤箱 只要家里面有平底锅就可以做 不揉面,不擀面 做出来的披萨同样拉丝 小孩可喜欢吃了 吃起来,营养又健康 那我们一起来看看怎么做的吧 首先,准备两个火腿肠 把它切成片 切好之后,装入盘中 再准备一块青椒切成条 一块红椒切成条 最后,切成小丁 切好之后,装入盘中备用 再准备少许的洋葱,切成条 再切成丁 切好之后,和青红椒丁放在一起备用 接下来,盘中放入小把新鲜玉米 小把豌豆 跟着锅中加入清水 盖上盖子,把它烧开 水开后,把玉米豌豆倒进去 煮一分钟左右 煮一分钟左右,把它们煮熟 煮熟后,捞出来 装入盘中备用 接着,准备三个鸡蛋 将它倒入碗中 用筷子充分地搅拌散开 跟着,准备两块吐司面包 把它切成条 这里,我们可以把吐司面包换成馒头 都是可以的 再切成丁 切好之后,装入碗中 再把调好的鸡蛋液倒进去 用筷子充分地搅拌均匀 使每一个面包丁 都均匀地裹上一层鸡蛋液 朋友们,视频看到这了 请用您发财的小手 给我点个赞,帮忙转发一下吧 您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 非常地感谢 然后,锅中倒入适量的油 用刷子均匀地刷开 再把裹上鸡蛋液的吐司面包丁倒进去 用筷子整理一下 再用铲子按压平整一点 跟着,把胡腿长片转着圈地摆两圈 再挤上番茄酱 中间部分,把它均匀地刷开 然后,撒上一层芝士碎 跟着,再撒上青红椒,洋葱丁 再把玉米粒和豌豆放上去 继续撒上一层芝士碎 盖上盖子,小火煎三分钟 三分钟后,往锅边淋入少许的清水 盖上盖子,继续焖至芝士碎融化 大约五六分钟的时间 芝士碎就已经全部融化了 像这样,就已经熟了 颜色非常的漂亮 把它盛出来,装入盘中 就这样,非常美味的家庭版 平底锅披萨就这样做好了 色香味既全 看起来就很有食欲 然后把它改刀切成小块 这样更方便食用 看看,这样做的披萨还有拉丝的感觉 吃起来呢,比外面买的还要好吃 而且吃起来还非常的健康 小孩吃也比较放心 这样一个披萨,在外面买呢,最少都要好几十 自己在家做的成本不到六元 喜欢吃披萨的就自己在家做 做法非常的简单 不需要烤箱 只需要一个平底锅就够了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 就收藏起来试试吧 我是小韩 感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下期视频见 拜拜 拜拜 拜拜